来 让我们再次倒出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二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二 四 三 二 一 请安静 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朱大海 为什么决定一定要跟妈妈谈 我觉得这个事情从头到尾 为什么今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妈 我觉得我首先得先把我跟我妈的事情解决了 好 那你就自个解决 你自个说 我估计你这些年都没这么跟妈妈说过话 今天把它一股脑的说出来 因为这有可能决定你将来自由的命运 好吧 接下来舞台交给大海 接下来是大海的告白时间 妈 其实这段话我已经想跟你说很久了 其实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我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在 就是点点第一的事情都在为我操心 真的从学习到工作 每一件事情都是你来帮我安排 甚至到感情 我期间交过两个女朋友你都知道 然后你不喜欢她 我这也是为你好 妈 你先听我说好吗 你不喜欢她们 那好 那我去让她们去做改变 让你能接受她们 但是你还是不喜欢 那好 那我选择跟她们分手 我为什么会跟她们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我尊重您 之后你把甜甜介绍给我 我还是一样 我用心去感受 我尽量的去跟这女孩交往 希望能达到 人满意合适的这个想法 但是我发现不行 我真的不喜欢甜甜 甜甜不适合我 我喜欢的人是美辰 那你那时候怎么不早说呢 我刚给你介绍你就说呀 你现在怎么面对甜甜啊 那么好跟你们 妈 你永远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次不管说什么 你都是打断我 然后你就会 把你的想法强加在我的身上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为什么你就不能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地听听我说 就比如说今天你把甜甜交到这来 你让甜甜怎么办 人家一个女孩 就包括美辰 为什么美辰今天会来到这儿 所有人为什么 大家聚到这块的目的 您能不能为我想一想 也为大家都想一想 你让两个女孩怎么办 我无所谓真的 但是甜甜以后怎么出去 美辰 我知道你不喜欢美辰 但是你到底是不喜欢美辰的职业 还就是不喜欢美辰这个人 还是说您就喜欢 您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准则标准 那你说你怎么面对甜甜 以后你让我怎么面对人家 这么好的女孩 对于甜甜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我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都自己处理 甜甜的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把甜甜请上来 我当面跟她道歉 首先我承认 在跟你交往的同时认识了美辰之后 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在同时交往 这是我的不对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还有 我知道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我也知道你对我妈很好 包括你对我也很好 但是我一早就说过 我们真的不合适 我也真的不喜欢你 我相信你这么好的女孩 你一定会找到 比我好一千一万的人 我最后还是真的 祝你幸福